那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术啊 那这个技术它来自于第17届画背赛决赛的一道阵体啊 你看它怎么说的啊 它有图是吧 如图所示 有一只蚂蚁啊 从这个正方体的顶点A 从这个顶点A从这儿出发 沿着正方体的棱呢 爬到这个顶点B这一块啊 从这儿出发 爬到这个顶点B 他说这么沿着棱走 要求行走的这个路线最短 那么蚂蚁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呢 哎呀这个图并不难对不对 这有同学说是吧 也能试出来对吧 从A开始 哎你要到达B 并且要走的这个最短路线啊 最短路线怎么走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接触过最短路线的这个这样的问题啊 对吧 你看一下这样是不是最短路线 比如说从A开始啊 向上走一下到这儿了 对不对 哎这没问题 肯定要这么走的 对吧 比如说这样 那他下一步可以向右走 对吧 也可以向上 向后面走 对吧 比如说啊 他向右边走了 走到这儿啊 他要走到这个B 他要最短路线肯定直接过去 是这样吧 他不会 你再下来一下 你再过去 你再上去 他肯定不会这么傻 对不对 不会这样走的 他又绕了一个弯 对不对 相当于你想走最短路线的话 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你在左下角这儿呢 你要到右上角这块去 从这个方向到那个方向 那你说 那你说怎么走这个最短呀 就朝那个方向走 是不是 如果你走了回头路了 肯定只有还得折回去 所以说我们走最短路线的这个原则是 你不能向回来的方向走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这蚂蚁如果这么走 从这一开始了 对不对 你上去 不小心 你东西忘带了 对吧 你这回去 你这鞋忘穿了 对吧 你回去 回去拿鞋去 那你再向上走的话 那这样 是不是又走重步路线了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则是 你千万不要走 重步的路 对不对 所以说两个原则 你都做好了 这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那么看这个题目啊 刚才已经说了 从A开始走 对不对 你看如果你走到这儿 之后你该怎么走 你可以这样走 这样过去 对不对 一条路线了吧 如果你从A走到这儿 那你可以从后面走 然后再走到这儿 对不对 是不是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只有这两种 这两种 对吧 你走到这儿之后 你只能一下就到B 走到这儿之后 也是只能一下就到到B 所以说你从A出发 向上走的话 就这两种走法 对不对 同样道理 你从A出发 你不仅可以向上走吧 你向左边走 行吗 你向右边走去 你向后面走去 是不是也行啊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一种走法之下 你有两条路线 这可以走的 对不对 那你向右边 你是不是也肯定可以像这样分支啊 我们不信就试一试嘛 向右边走 对不对 你要么后面上去 对吧 你要么是这个上去后面 还有别的招吗 也是没有的 对吧 你包括后面走也是 对吧 后面走这样上来 对吧 这样上去再过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从A出发 有三种分支 每种分支之下 这有两条啊 两种走法 所以说2乘3啊 一共有六种走法 一共有六种走法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办法啊 那你看 你这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特别眼熟呀 之前我们学过一个什么样的事啊 也是这段路线 对不对 学过的是平面的 比如说啊 我们画一个这个九宫格 哎 你还是从这走 对吧 哎 走到B去啊 我们是怎么算的呀 我们不用一条一条的路线去标去 是不是啊 我们不用去数去 对吧 我们只要标就行了 你从这开始 对吧 你到这 这一条 对不对 到这一条 到这也一条 对不对 包括你上去也是啊 你到这一条 一条 一条 这样吧 那之后我们是怎么办的呀 是把之前的那个路线呀 做一个累加 你标到最后为止 是一样吧 你这是啊 2 1加1等于2 对吧 然后1加2等于3啊 1加3等于4 哎 这边也是啊 2加1等于3 然后3加3等于6 对吧 4加6等于10 然后这是啊 4啊 这是这个10 对吧 这是10加10等于20 这是用标数法 一步一步累加下去的标完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个题目 它仍然是最短路线呀 那这个最短路线 它能不能也用这个标数法呀 这个你想过没有 没想过 我们就先想吧 我们试一试 好吧 你从A这 对不对 你到这 这一条路了 对吧 你从A 你到这 又一条路了 你从A 向后 对吧 又一条路了 之后你再向后面走 它能不能累加起来呀 到这个点是怎么加的呀 是这个1和这个1 哎 相加 12对不对 是2啊 好 你将到这个位置上去 这个1和这个1 哎 一加 哎 这也是2 对不对 好 你将到这个位置上去 你这个1加这个1吧 对吧 只不过是立体的嘛 是2了 对不对 到最后 是不是三个2通向它 三个2相加 是不是6呀 哎 完事了 对不对 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啊 你找到一个分支 然后后面都一样 用乘法 这个办法 用这个技术啊 用这个累积标数的办法 也可以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要分享到这儿啊 我们看下一个题目 我猜看下一个是辣子的 我猜看下一个不是辣子啊 很好